好 來看到這螢幕也讓老闆嚇了一大跳 這是在南投草屯 有一名六十六歲的徐姓老農 上個月呢 他帶著電具到農具行來修理 當時店裡師傅看了看 換了一片電片之後 就把電具給修理好了 之後就要收取材料費兩百五十塊錢 想報這名老農卻說 怎麼會那麼貴 老闆當下是開玩笑的說 不然你吞下去就不收你錢 想報這名老農居還真的伸手 搶過電片一口吞下去 讓店家當場看傻眼 阿伯騎車來到農具行 要修理壞掉的電具 老闆更換一片磨片之後 就輕鬆解決 但當店家準備要收取兩百五十元材料費時 阿伯卻說小小一片怎麼這麼貴 店家則開玩笑回應 不然你吞下去就不收錢 結果沒想到 阿伯真的一秒伸手搶走師傅手中的舊膜片 就往肚裡吞 接著淡然拿著電具離開 讓店家看傻眼 只是亂吞東西 肚子也開始怪怪的 阿伯事後還跑到藥房 賣藥消化 那時候就覺得百度地留得很怪 一小時候會掙扎 要我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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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幾個吧 200幾個 那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 1580%的人可以自己排出來 不過有10到20 需要內視性去把它取出來 小肠跟大肠交接款 這邊有一個蝦子 很多東西超過兩公分 可能就卡在這裡 卡在這裡有可能就是會造成發炎 大北買藥的錢 花一花也要兩百多塊 幾乎等於材料費 乾脆一開始付清費用就好 也不用亂吞了 幸好最後人平安無事 否則為了省兩百五十元 造成身體受傷 恐怕得不償失 這位邵宇南投報導